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8月3日早上的桑普论证 很少在早上这么早的时间和大家做节目,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有一些很好的文章是今天凌晨两点半左右才出现的 这篇文章是涉及到江文慧这位奥运金牌的得主 他们有江文慧,剑击,即是重剑,他就碩士论文曝光 这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碩士论文,题目叫做通过占中事件 反思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这个完善的路径 我稍后会读他这篇,将有关的文字,我所知道的文字读给大家看 希望大家都不要介意,会比较类聚一点讲党八股 这件事令到重新证实到我对他的评价 有些人就会说,双普,是的,他是爱党的,他是蓝丝的 他起码都不讲政治,这个不是不讲政治,挺讲政治 而且他是香港精英会的执位,都说会经过国家行政学院之后 才着凭中选的人被共产党摆进去做执位的 而他当然一直以来,即是大家说他妈妈在陕西人 他哪个省的人根本不重要,哪个国家的人都不重要 重要他是不是亲共,这件事已经得到证实 好了,你说不要这么说,一事还一事 他怎么都为香港拿到金牌,他技术都好,我们为他嗨一下 一,他技术好,他拿到金牌,公平竞赛,我没有评价,fair 二,你去嗨一个这样的人,我是很有意见的 你说他亲共,那又是他有意见的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说全世界和你不同意见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不好意思,不是全世界和我意见不同的人是敌人 你喜欢吃面,我喜欢吃饭,假设不等于我们是敌人 你喜欢英国移民,我喜欢台湾生活,不代表我们是敌人 OK,你喜欢张家朗,你喜欢何思培,我呢,就不喜欢他们的 我们不是敌人,我们起码不是同路人而已,但我们不是敌人 什么敌人呢?你亲近,爱上,拥抱那些 你对我,搞到我现在要离开香港来到台湾 搞到我上一辈要离开中国来到香港 搞到好多人妻离子散 搞到我认识的朋友入了世监狱 搞到杰斯找到中国之后呢 图行才离开到大监狱,小监狱,去到加拿大 搞到几多我认识的评论人的,老中青,不同的时代 我们的记者,朋友,个个都要 善过别知 你喜欢这些这样的政权 你以为这个政权为虎作枪 我不论你是什么的树荣 你什么仗棋下得呢 劍棋下得呢 拿到什么的奖牌 我们都会觉得这些根本上就是帮兇 而这些帮兇就是他们整个集团的一部分 你不是躺平内卷 不是就是我们找餐饭吃 和人家打卡拍摄照 或者说他想我说一些东西的 我们不会再为虎作枪的 譬如歌手有些哪些呢 不会为虎作枪的 就是基本上是蓝丝的了 我会认为譬如说张后友那些 但如果你认为就是说要 完全是为虎作枪帮他喉舌的 肥妈 谭泰荣麟 中震图 是不是 陈小春 是不是 很多的 还有一大堆很多其他的人 这些人 全部帮党出声 然后做党的喉舌 这点才是离谱 而如果要用一篇完整的碩士论文 去拆党的鞋 他指出雨散运动 基本上都是有外国势力的 搞乱香港的 他不止是蓝丝那么简单 他根本上就是说为党国张目 而这件事的话 已经不是蓝丝 我心目中的蓝丝的订阅是什么呢 蓝丝就是说 内卷 躺平 赚钱 吃饭 不问世事 你说怎样都好 总之不要乱 你不要破坏街灯 你不要搞乱那些东西 政府要做些事就由他做 你搞到乱了大龙就不行了 我们要law and order 他们就是CCP's law and order 就算CCP's law and order 就好过你们这种Cayotic 就是他们这种想法就是这样 那这一班的蓝丝呢 我明白他政治真冷感 不想搞那么多东西 赚钱自上 我认识不少的这些人 这些人有没有计划呢 有计划 但我现在针对那班人是什么呢 就是为共产党张目的人 为共产党打敲边谷 习近平怎样 是一国两制全面管治权 是佔中这些人是坏蛋 是反送中这些人坏蛋 是反送中这些人坏蛋 这些这样的情况 就已经去到一种疯狂的地步 就是那些华记正能量 比如那些什么鬼 李玥门那家什么鬼 垃圾餐厅 那些东主 什么空姐牛肉饭 这些就是有问题 这些不是蓝丝 不简单 是他们要跳出来 去为党表忠 接着这个江文慧就是这类人 如果今天你都是反对阿伦 阿叻 中振淘 肥妈 空姐牛肉饭 华记正能量 屈永远 你要反对这些人 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理由 不反对江文慧 哎呀江文慧为我们争光 为我们什么 我就问你一句 如果有一天 肥妈 拿到不知道什么音乐大奖 空姐牛肉饭 现在又唱歌 又拿到什么大奖 你会不会觉得 哇你为香港人争光啊 你会不会这样说 如果你不会的话 证明你头脑正常 那同样的 同样的逻辑 你怎会觉得江文慧是一个 你值得吹捧的对象 我就问一个基本问题 It's a logical common sense question 不是说 跟我不同意见的 就一定是我的敌人 No 好 耶利邦 对我 我家人 我朋友的家害人 为他彰目 那我真是跟你世不两流 即是这是有基本的原则 不要搞乱 好 言归正传 讲碩士论文 我会读一些章节给大家听 那也都很多谢香港的一个报导 因为呢 他在今天呢 凌晨2点37分 拍了一些文 赞文的人的潘耀星 那他的题目就是 江文二位 碩士论文曝光 谭占中祸害极大 改选制化解 反中乱港奪权 那这个呢 就是他的主子 也都预言了 他也都不是预言他2021年才毕业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对于 完善选举制度做个铺垫 这个就是完善 完善就是共产党那种完善 巴黎奥运奪金的港队 这就是香港另一讲下 反送中之后 攻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碩士 早前莫武校的党委宣传部公课 更加透露论文题目 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关 纷纷令人想看一看未消兼后的文章 那么论文的神秘面纱终于在今天8月3号网上曝光了 江文慧是以透过这篇文章就叫做 他这个字眼都是很多香港的字眼的分辨到的 如果你中国到 或者是中国到中国大陆寫的字 他一定不会说透过的 譬如我透过什么方法做什么 他不是透过的 他不是透过的 香港和台湾通常是透过的 而这篇文章是透过的 非常奇怪的 即是说这个老师基本上由他写 你写什么我认什么 透过占中事件 反思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完善路径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基本上是这样的 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 我看这个文字就知道 透过占中事件 他不说预散运动 占中事件 反思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完善路径 即是说佔中搞乱香港 我想想我怎么改这个选举制度 更加有助于党国完全面管治权 这个就是他的思路 这篇文章就提到 社会强调两制多于一国 抬高中英联合声明的地位 历任特首得到中央信任 却得不到香港市民以同样程度的认同 不过2014年的占领中华 以违法手段威吓政府妥协 反而令香港的民主发展停滞不前 即是说我们黄之锋 戴耀廷商学 那么多人在扎刑 那么多人在做那么多事 即是陈建文 朱耀明 全部就是以违法手段威吓政府妥协 反而令香港的民主发展停滞不前 形容是祸害极大 违患深远 江文慧认为 选出值得市民信任 和中央认同的特首是一道难题 但盲目追求不切门栏条件的所谓真普选 就会威胁国家安全 但中央近年改变香港选举制度 化解了反中乱港势力奪权 即是说这种立法会选举 区议会选举 要先有这个筛选 要先有资格审查 跟着选举重画 跟着你们这些全部被DQ了 基本上 如果你喜欢选 你基本上就是 要乃共 符合资格审查才完结 如果你不符合资格选 那便选举目为 所以民主党和民协 现在都不选这些 他说 化解了反中乱港势力奪权 整篇文章就是帮共产党擦屁股 接触第一题 有些人说我都是读北京大学的 因此我都是和你一样的 我再第三次说 一个人读哪间大学 无关弘子 你读剑桥牛津 不等于你MI55 你读哈佛耶鲁史丹福 不代表你是CIA 你读北京大学 周玉寇也读北京大学 我也读北京大学 很多人都读过这些地方 读的动机是什么 不是以中国的眼睛 看中国这个江文卫说的 是以我数量眼睛了解当地 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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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的文章不是写这些的 中国公用事业的管制与竞争 这个就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 里面的东西是说什么 政企分离 是说党国基本上要不可以管这些地方 促进竞争市场化 当时候我还不是那种 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 当年的我都希望用一些海恩斯的方法 希望用管制改革去做这个东西 希望在不同的环节 引入多些市场机制 促进市场机制竞争 而这个很依赖有没有法治的制度 然后有法治的制度 依赖有没有民主共和的制度 所以我在前与后都写了很多个文字 说了有一定程度的文字 说了一点就是什么呢 我的老师都跟我说 我都是这样写 除了要破除经济的垄断 因为公用事业是说水、电、电讯、铁路、公路 要破除经济的垄断 促进竞争 要破除经济的垄断 垄断就和竞争是反义词 亦都要破除政治的垄断 你要破除经济的反垄断 反而破除经济的垄断 更加需要破除政治垄断 如果政治垄断不能够破除的话 愿目求余 而我结语 我在台湾版本出版这本书 大家可以看到的 完全公开给大家看的 中国公用事业的管制与竞争 竞争与管制 先后次序自己看 全部在台湾书局买到的这本书 里面说什么竞争 什么管制 全书我没去吹捧一国两制 全书我没去说 喂今时今日 就是中国强 中国妙 中国呱呱叫 我是站在一个 希望中国变好的心情 来写这个文章 而希望中国共产党 我不是做一个贱官 分析当时 我不是做贱官 我是直接用评论的方式 分析当时不同的 这种制度 提出一个 应该要做的建议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政企分离 而且引入竞争 经济垄断要破除 政治垄断都要破除 这个就是我的论文 所以我就说 重点不是你读什么学校 而你写些什么 你的言论是什么 你的思想是什么 你的文字是什么 what you write what you say and what you think 这个才是重点 你抽空了这些东西 就是说 你今天就是这个在北大读的书 那我可不可以说 你今天在香港大读的书 你就是港共政权的走狗呢 那你说 喂 北大怎么和北大党国控制的什么 那你今天港大不是党国控制 讲笑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 不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指说 你在哪个地方读书 就是什么人 而你当时和以后 发表过有些什么文章文字 是不是一路走来 始终的原因 我的改变是什么 由凯因斯主义 转到自由市场的实量分法 简单来说 在博士毕业之后 我思想上在这方面有转变 但在反共 在要求政治的民主 方面是没有改变 我当年 有一些叫大中华交的雨水 但是我毕业的年份 2010年之后 基本上已经完全抛离了这个东西 这个是有思想上的转变 我说这篇文章是记录了我由 前半生走入后半生 转折其境的思想 不成熟之作 你要抽情我里面有些东西和现状的思想有不同的东西 有 但我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一样 我没有对共产党唱赞歌 没有对一国两制唱赞歌 没有去做一些我违心之论 这个我可以很清楚地跟大家说 有兴趣批评我的人 看完我一篇论文的才跟我说话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样用一种抹黑的方式来做事的话 绝对是诽谤 侮辱 好了 说回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说这篇江文慧的文章 那有没有更加细致的内容呢 江文慧在2021年6月1号 向中国人民大学递交了近60页的论文 那篇论文这么短的 我觉得很奇怪 可能我博士论文写得长一点 他碩士论文60页的论文 是以《宪法学与香港基本法》作为研究方向 他的封面是这样的 中国人民大学石氏学委论文 中文题目是 透过占中事件反思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完善路径 外文的题目是 Occupy Central and its effect on Hong Kong elections reform 作者江文慧 指导老师莫于川 所在学院法学院 专业名称 宪法行政法学研究方向宪法学与香港基本法 论文的主题词 是包括特区选举制度 占中事件 爱国者治港 和一国两制 提交论文日期 刚刚讲过了 2021年6月1号 他将2014年的占领中环作为赤入点 反思香港的选举制度 他责要的提到 占中是以违法占领道路 防碍社会秩序的方式 声称要争取真普选 事件暴露了 香港社会严重撕裂 以及特区民主与法治的紧张关系 形容祸害极大 唯患深远 再说多次 祸害极大 唯患深远 我真的不知道在台湾的朱牧师 朱耀明牧师 和陈建文教授 或者是在香港赤处监狱的 戴耀廷教授 有机会看到这篇文章 会有什么感想 可能一笑自知 或者摇摇头 或者反应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想知道 我自己看的一件事 什么公民不乏服从 什么公民抗命 什么civil disobedience 什么是梭罗 什么叫马丁路德金 什么是金帝 什么是陶陶大主教 刘晓波 他们有没有看这些东西呢 江文卫的见识 故意知而不论 或一开始已经对刚刚讲这些人 痴之以鼻不去讲呢 你只是讲 尖领马路防外社会秩序 争取真普算 明白当时我们试过多少年 要走到一个比较和理非 愿意负责任 但是希望用这个方式 来争取的一局面 这是向反送中的时候的过渡阶段 但同时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而这个尝试本身 不是一帮暴徒出来 不是祸害极大违患心愿 而是不容许香港人 能够有真正的民主社会 不能够有真正的民主普选 而希望用真西选 假普选的方式 来处理问题的831决定 一锤定音 那你请问江文卫有没有讲过呢 你读法律 我读法律 我读的就是一个 和人权有关的法律 你就同一个 和党权有关的法律 你的法律 只不过是斥令 只不过是皇帝的意志 rule by decree rule by law 那请问 你的法律学位 有多少的含金量呢 我没有否认过你 重劍 劍击 金牌的含金量 我是否定你 人格 学识 和你基本上 负费 亲共 这一件事的 不齿 他的文章有这样说的 他知道一句 反中乱港分子 对一国大有偏见 通过各类选举 这个写通过 就不写透过 很有趣 通过各类选举 我都说通过是中国词 透过是比较香港的说法 或者台湾的说法 反中乱港分子对一国大有偏见 通过各类选举进入特区治理架构 令一国两制陷入危机 原来买了那些泛民本土 就认为这些各类选举进入特区治理架构 区议会立法会全部都包括在里面 这些令一国两制陷入危机 既然是这样 那是不是梁振英和 由董建华 曾荣权 梁振英 到林郑月娥 要负全部的责任呢 因为他正正是允许 他们来做社会危机嘛 对不对 他们不会负责的 负责的全部是黑暴 江文慧说 江文慧说 社会强调两制多于一国 抬高中英联合声明的地位 论文是由占中 讲到近年的修例风波 即反送中 江文慧形容 连串的政治活动 导致一国两制 浅行失衡 即实浅失衡 只有严格进行法治 其实法治就是中国特色的法治 法治才为香港民主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障 然而香港社会普遍对特区宪法基础又误解 强调两制多于一国 抬高中英联合声明的地位 不以为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 日益造成对一国的认同不足 两地矛盾不断累积 即是说连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这一点 那些要搏斥 那陈文敏 是不是 戴耀廷 是不是 就算你说 一些 陈宏毅 一个比较亲共 他都说过 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 不信可以读一大堆文章给你看 哦 不以为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 那你连所有港大所有教宪法的教授都要批判一大堆 职啊你 法律碎事 真是很职啊你 他说 中央出手实施港版国安法 港区国安法 改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是完善一国两制的重要举措 哇 即是为港版国安法古遇呼 为搞到我现在要离开香港来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恶法古遇呼 那我是不是跟你世不两立呢 你是为港版国安法 say yes good very good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你写的东西 和夏宝龙啊 港澳版中联版啊 李家超邓炳强的东西 其实没有分别的 没有分别的 这个已经不是蓝丝那么简单 蓝丝就觉得张学友都不会写这些东西啦 一般那些要炒股啊 就是找米路啊 觉得是不要搞那么多东西那些人 完全不是我攻击的对象 我攻击的对象就是这些付匪的人 帮共产党张目的人 我们这些做什么职业 有没有什么运动 有没有什么兴趣 拿到什么奖牌 都是垃圾 香港人现在捧这些人 更加是垃圾 即是我也说 再捧这些人 你根本上就是说 不断在共产党这个这样的屎坑旁边 是要垃圾 一些人垃圾 然后你垃圾的那些 垃圾 垃圾的那屎 那请问 我怎可能去支持你呢 他说 江文慧说 中央出手实施港版国安法 改善选举制度落实 外国者持江原则原则 一共女则的重要举措 纠正选举制度实施的偏差 令政治生态恢复平衡 有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那么跟着继续讲了 回归以来 回归以来 回归就是主权移交 江文慧说 中央三次在政治上重大让步 中央让了你几次 其实这些事不是跟共产党的港部 一模一样 不过借你的名字来死 2003年23条立法争议 2010年政改 和2012年的国民教育科争议 让某些香港人形成习惯 居然将群众性的抗争模式 你抗争成功 我让你 我只不过是说 醒下你 仰惯你 谁知道你仰不熟 对我 我一四不让你 一六不让你 以后都不让你 这是一个高权为了站在党国立场来看的一件事 就是它是帮党国敲边鼓吗 它认为反映一国两制的高度可塑性和互动 但又削弱了中央和特区的管治权威 它原文有一句这样写的 中联版在香港人心目中更是形成 不想讲 不敢讲 不会讲的黑板印象 未能正面引导社会舆论 去理解宪法和基本法 就是中联版 有一种不想讲 不敢讲 不会讲的黑板印象 我想这个是false statement 香港人心目中的印象 绝对是 乱什么这么说 它就是 只想讲 只敢讲 只会讲 一些谎言 谎话 香港人心目中从来都不认为中联版 这个 尤其是2009年曹二宝 学习时报 第二支管治队伍之后 从来都不会认为中联版 不想讲 不敢讲 不会讲的 我不知道这些说法 从何而来 是吧 就是我觉得这是false statement 接着之后 乱什么这么说 就是它说 一国两制之下 讲港澳版和中联版的角色 论文也有足够 江文慧提到中联版在香港需要加强沟通 了解社会各界层的不满 并及时反溃 探讨如何在一国两制下互利互惠 为了更好落实依法治港 他建议中央和特区可以考虑在基本法中明式 中联版的角色 中联版的角色 应该这个奇怪的字 我不知道怎么改出来 应该叫明确 或者叫做要更加规定 详细规定 名式 清晰的式 名式 中联版的角色 他说 可以考虑在基本法中明式 中联版的角色 中联版需要加强两地交流和合作 有责任代表中央 在香港准确落实一国两制 意思就是 他就是 不知道第二条管制队伍 而是No.1的管制队伍 他的意思就是 很明白 有责任代表中央在特区 准确落实一国两制 然后他说 论文提到希望透过反思2014年的占宗等社会事件 让一国两制重回正道 郭文蔚说 占宗以违法手段恐威嚇政府妥协 并不适合香港的民主化进程 形容2019年发生的修例风波就是反送中 已变为社会动乱 不单是抗议民主进程的快慢 而是涉及港独的问题 中央出手选举制度 有利于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化解反中乱港势力 夺权 稳定政局保障法治 回归一国两制的初心 今天江文蔚的论文就是这样写的 《爱国者治港可防止反对派,假借民主之名,行反中乱港之实》 说得明白了 《爱国者治港》 其实这些人根本上就是为虎作枪 他说 当法律确保特首、立法会议员、选委会的委员 都是由爱国者担任 就可以防止反中乱港人士进入特区政权和管治架构 特区需要透过媒体向社会发出清晰讯息 审视谁是反中乱港反子才能撥乱反正 哇,还不得了 这种比李家超 要透过媒体向社会发出清晰讯息 审视谁是反中乱港分子 即是每个人都要审的 要用媒体来公审的 即是比如说你A君陈生在看我的东西 李生在看我的东西 你是不是反中乱港分子 江文卫说 江文卫说 特区需要透过媒体向社会发出清晰讯息 即是审视谁是反中乱港分子才能撥乱反正 让一国两制平均发展 你们如果还留在香港的话 即是被江文卫呼吁之下 那会被审视的 任何人都要被审视 是不是反中乱港分子的 江文卫在论文结语中提到 一国两制是一个互动 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未来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信任越高 香港一国两制之下 享有的自由度和自治权就越大 即是说 我们赌一招 公和智 公就是我赢 智就是你输 意思就是 在一国两制下 如果政治信任越高 你乖了 被中国共产 你爱中国共产党的人 全面统治香港 那你就有自治 如果你不爱共产党的话 那你就没有自治 什么叫爱共产党 听我说 执行我要做的事 准确落实我要做的事 那你就有自治 你不做我要做的事 那你就没有自治 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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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文维 真是 他说 佔中意图推高民主成为首要核心价值 他说以违法手段 威嚇政府妥协 反而令香港的民主发展停滞不迟 他认为力任特首得到中央信任 却得不到香港市民以同样的程度的认同 港人对香港民主进程仍感不满 因此改选举制度的诉求漸激烈 但盲目追求不切门槛条件的所谓真普选 形容在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因此选出值得市民信任的行政长官 并得到中央认同是一道难题 必须透过提升认识改革求生 找到稳健实行一国两制的最佳方法和民主法治措施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才有稳健美好的光明前程 这个就是他的写法 是不是很清晰呢? 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绝对值得你支持的人 那我想 你说我支持他运动可以吗? 我支持谭永伦唱歌可以吗? 我支持肥妈唱歌可以吗? 我支持阿B唱歌可以吗? 那就是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不会说我批评肥妈唱歌唱得差 这个不是我comment的地方 我做政治评论不是音乐评论人 OK? 虽然我有时候讲讲音乐唱歌 但我基本上是讲的是非对错问题 我不会因为他是共产党否定他在体育的成就 我讲得白一点 但不要因为他体育的成就 而因此呢 就觉得他香港精神的表现 因为很多香港人觉得他香港精神的表现 才要盲目中的看起来 多谢你啊 多谢你啊 你行啊 接着我讲完之后 冲击到大家的玻璃心 接着我开始抗拒了 我只是希望大家 我不侮辱大家的 我只是说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那这些事情是否应该要 好好地去想清楚呢? 是吧? 我再讲一次 江文慧的重点不是读中国人民大学 重点是写出这些论文 做很多刚刚讲的事 香港精英会的执位 为香港律师会的所谓的专业派 即亲共派去基本上鼓与呼 加入香港保安局做有关的一些所谓的 青少年的培训 而跟着呢 跟整班所谓献世派 亲共媚共派的人呢 郭重申闻 根本上他不是一个蓝丝那么简单 他是红色的 红色势力的一个 要栽培的接班人 信不信由你 我桑布在铁丝和大家讲一次 他未来 不单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有要钱得钱 甚至很容易 他得到很快 黄金飞车这样做到非常高的职位 无论是可能在产业 可能在律师 产业就是商业 律师或者政界 斩路头角 斩路头角 信不信由你 OK 我看过Facebook 最近黄宇軒 这个Samson Wang 引述他论文的一些情况 我没有看过真正的论文版本 我沽网将这些HSA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查证 反正现在01的记者 已经将这些 刚刚讲的这些 主要内容跟大家讲一次 那我就原文读一读 三段给大家听 再给大家认清楚江文蔚的 碩士论文的真面目 第一 是他责语里面这样说的 近年 香港社会乱象频生 反中乱港分子 对一国大有偏见 他们通过各类选举 进入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 令一国两制陷入危机 因此 中央和特区 必须让香港社会深入理解和接受 外国者治港的前提 才能稳定地推进民主进程 隔于此 2020年港版国安法立法 2021年3月11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高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而完善一国两制的重要举措 苟证目前选举制度的实施偏差 是以法律规范维持和谐的第一步 确保爱国者治港 重新让社会政治生态恢复平衡 从而有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你看说得多成熟 好像党国那样 不会说很害怕啊 30岁啊 不是这些东西吗 很害怕啊 30岁啊 原来写了这些东西 即是叫做女版 年轻版的杨千华 第四章 Chapter 4 是这样写的 该法的制定 即是讲国安法 主要是为了解决自2019年 反修例逃犯条例以来 香港的一连串示威暴力违法活动 以及外国势力介入香港的问题 防止香港成为反国家基地 是中央对任何地方政府最基本的政治忠诚要求 立法填补香港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漏洞 可以给香港带来更大的政治空间 为政改提供条件无机会 但仅靠国安法不能完全解决选举制度的问题 仍然需要选举制度的完善 我再引申说一说 如果大家都支持 依然支持江文慧 看到江文慧受尽香港人的鼓舞的话 我问你 外国政府怎么看香港人 但外国政府怎么看香港政府 大家都知道 但外国政府怎么看香港人 如果大家为了江文慧 都是这样鼓语呼 他写得明白 他说明自己就是要是一国很喜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你操一个这样的运动员 外国政府就觉得你全面撑 而你撑的时候 你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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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及于我支持他那些体育成就 我想台湾政府 美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英国政府 各方面 你觉得香港人 整班人都撑着一个微共的走狗 更加不会帮香港人 莫为言之不如 我读完他的结论给大家听 从2014年占宗事件到2019年的修例风波爆发 一连串的政治活动导致一国两制实践失行 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止暴制乱后恢复法治秩序 中央有权力和责任根据憲法和基本法 完善香港的选举 近年以来 香港的社会动念已经超越了一国两制的底线 完善选举制度必须规定外国者自港来 和堵塞现在选举制度的漏洞 确保日后参选人 再符合基本法的初心和核心要义的前提下竞选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核 关乎国家的政治承诺 解决台湾问题的示范效应 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大局 很清楚了吗 他的立场如果你说 根本上就是将一些党八股 将那些习近平香港问题论述 邓江胡习一系列 关于香港的问题的最新的党八股 在新华书店可以买一大堆的东西 抄楼抄楼 改一些字 就变成了他边论文 那你说江文慧只是为了辩论文毕业才这样写 那其实他不是真心的 不好意思 你处名在上面 就是你的了 你又做律师也是这样的 你应投的 这个你的名字是写江文慧的 就是你的文章 就是你的意见 你说你一定要看那个人未必真心的 他可能被逼 你还说这些说话的话 那你看看一幅一幅和建制派的合照 香港精英会的执位 支持香港律师会的这个 专业派献世派 接着加入 在香港保安局下面的青少年培训工作 得到邓炳强说第一名最支持的香港运动员就是江文慧 看到他和张家朗和何思培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你这样也看不出 是不是我看得很清楚 张家朗和何思培呢 某种程度上呢 都有些自己的自己的ego 自己的self 你看看江文慧的表现 fake 而且没有自己的 你看到他 每一个細節 你论真一点 他的说话方式 是一场戏来的 要做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做一场戏 他做得挺好的 他的演员多于一个 他不止是一个运动员 是一个演员来的 每個人都有演員的角色,但你做演員的話,你講的話是否違心,他真的相信,所以他做演員做得很厲害, 而他後面的地方就是黨國的一套訓練與劇本,給了他很大的支持, 你看文匯大公,你看很多的小紅書,TikTok,如何開行馬力支持他, 你有沒有以這個馬力的一半去支持張家朗,支持何師培毛, 所以這一點我們要搞清楚,漢賊不良立,我不用說漢字,我賊不良立, 這個匪,這些壞人,我真是道不同,不知不相為謀,而且我要嚴厲譴責,堅決反對, 你說我這麼硬直都是這樣的,我做人是會有這樣的正義感,我覺得沒辦法去接受這樣的人, 是成為了香港的精神的支柱,我想如果你去支持這些人,你夠膽的,你去寫一封信給周恆彤, 寫給戴耀廷,我支持江文慧,也支持你周恆彤,我看看周恆彤會有什麼反應給你, 真正代表香港精神的,在監獄裏面,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經常吹捧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用這東西來掩飾你的空虛、寂寞、動、恐懼、失望、失落,用這東西來麻醉自己, 其實這樣和吸毒有什麼分別呢?這個人不值得你支持,我希望很多人看完這個節目之後回頭是岸, 不要再砌詞狡辯,留一大堆言,在這裏說完完全不合邏輯的東西,我再說一次, 張家朗和何思培,不是我的同路人,但不是我的敵人,江文慧是我的敵人,也不是我的同路人, 清楚了嗎?講完,下次再說。